国土计划法即将在今年就要上路了 为了保障原住民乡亲的权益 县议员简志龙希望县府拟新定本县偏远地区原民建筑管理办法 适度放宽建筑技术规则规范使用标准 以福岛偏远原住民族部落地区建筑物合法化 程序简易化 另外针对食农教育法也请农发处协助原乡推广来增进部落产业 简志龙表示 县府定建的花园线偏远地区建筑管理办法 资金已经20多年了 而县府考量偏向原住民地区部落发展 并且落实建筑管理 宁定透过适度放宽建筑相关规定简化申请建筑执照流程 以福岛偏远原住民部落地区建筑物合法化以及程序简化 针对原住民部落的环境的基本的调查 那以及跟部落的沟通跟他的之后未来的分区的划设 不过呢 在这几件事情来讲已经经过了半年 那我们却没有看到花园线政府针对这个事情要如何去推动 那比如部落对族人他对国土计划这里整个专业内容完全不了解 那以及切身的土地的问题不了解 那以及如何划设要解决什么问题也是不了解 未来对他分区的选择是什么以及影响 那基本上主人对这个完全是陌生 以及未来我们的厂商对花园的部落 他要怎么能够清楚达到说我要如何去帮部落去做化石这件事情 基本上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更加陌生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我这边才会就是提这样的议题给花园线政府的圆明处 那未来在可能在地协会之后那也会召开专案会议 那针对这件事情再找一些相关的单位共同来去了解 那进到部落之后才比较好跟部落主人这样说明 来达到据说部落的这个最主要的土地的需求 另外花园线政府推广的持农交易法也希望落实在原乡部落来进行推广 我在数据上面看到我们的各13个乡镇的修根的补助是越来越多 那所以说从这边的数据这边来跟花园线政府这边来对谈的时候 会发现到我们其实还有不足的地方 那这些不足的地方的话 那透过神通交易法 那我们花园线政府到底能够做了哪些 我其实这边也大概有做了一些的一个简要的说明 就是说也是建议花园线政府他能够针对这几项要提出的说明 就是神通交易法以及针对我们各局处的分工 预计的工作项目可能要请花园线政府到这边来提出说明 第二个我们现在目前的主力作物可能或许是稻米 那以及我们各地区的农户的生产的特性 那是否能够提出既有的农户 要如何透过六级产业的收入以及达到多元化的策略 我觉得花园线政府在这几年在做推广 推广一些发展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思考的方向 第三个就是说针对我们修根的农地 他要如何做出复根的策略 那第四个呢我们有 我也这边大概也提到了 如果涉及到非农友以及参与农业的生产的部分 那我们县府要如何去做招募以及辅导 等等这些相关问题来做一个提出的论述跟讨论 那我想说最后这边也提出现场长讲了 就是说观光不是只有办活动而已 而相同的食农教育法 它不是仅仅只是办个博览会 以及或者一个平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现已简正龙表示 国土公共人分区的划设 对于云住民未来的发展以及正义相当的关键 扎实的调查工作 以及住人们积极沟通程序不可避免 民建署补助的这笔经费也有相关的项目 希望县府以及签约的团队进入远乡去沟通和调查 帮人真正帮助远乡的问题 记得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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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